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再度收看台东的地方新闻 时间是10月12号 我是慧秀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重点 客家农村体验大原地区好游趣 104年度人民团体研习 及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公募千丈美化改建台东市新地标 美人树红粉落叶 人行道诗情画意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 来自鹿野大原地区 还有瑞园瑞龙瑞河地区的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的到大原提灯笼活动 11号上午在瑞园花布灯笼馆 前广场盛大举行 有来自各地区的民众到这里 参与啃红甘蔗客家米食DIY的体验 这场是由水宝局台东分局协助撤办的活动 主要也是扩大农村再生的经营成果 让在地的特色能够扩展出去 提振地方的经济跟曝光度 由瑞园郭小学生组成的太古镇 为当天在花布灯笼馆前 广场举办的活动开场 结合大原地区三个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的农村体验活动 一大早社区妇女们忙着准备各种食材 让参与的民众体验手作客家美食风情 更感谢我们水土保质局 我们台东分局 给我们大原地区 大原社区 很多的一个协助 不管是硬体的 或者是暖体的建设 我们水土保质局 在我们攻守 很多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 他们都来给予我们的协助 好多的敬费 来营造我们地方的一些建设 我想我们理想长 在这近一年来的这个表现 在我们代表院的监督之下 我们是给他打95分 一大把刚采收下来的红甘蔗 早期是陆野地区最夯的经济作物 随着区域形态转型 红甘蔗的需求量减少 种植面积也大幅缩减 我们台下可以加油 好来开始 加油加油加油 只见比赛选手 连忙抓起盘中 已经切成断的甘蔗 啃甘蔗皮不但得速度快 牙齿也得够硬才行 我笑过甘蔗的 没有 你要怎么那么厉害 第一名的 产生了 水保局台东分局 持续以推动农村活化 改善地方的生产条件 让社区的生态与文化 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出其农村的永续发展 大营产业 赞赞赞 东南新闻张家威 陆月相报导 12号上午 县府办理了 台东县104年度 人民团体研习 及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县长黄建廷亲自到场 颁奖给每一个受奖的单位 在会中呢 也分享了上个月 县长在前往台北参加 天下杂志办理的 城市高峰论坛上 所发表的演说 更希望社区工作者 可以一起努力 推动经济发展 让台东遍地开花 人民团体之中 干部为当中关键角色 为了达到活化团体 辅导团体的目标 12号上午 县府办理了 台东县104年度 人民团体研习 及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特别邀请到 办理人民团体业务多年 多次参与中央修法 限制于屏东县政府 专业社工督导的 林鸿昌道场授课 强化台东县社团组织 与会晤 法规 以及经营能力的 专业知能 表扬典礼上 邀请到了台东县 人民团体干部代表 社区发展协会人员 以及各公所 等200多人与会 在现在我在做着 我们是怎样把台东 整体的那个形象 推出来 然后真正是引到游客 这个企业就愿意来投资 因为饭店不够住 所以你看自己的民宿这么多 然后就会创造就业机会 那有就业机会 有一些人基本的生活工资就有了 我觉得台东有这种潜力 只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把它做出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 让这个设定是成为 我们下一个要发展的地方 下一个要发展的目标 我们怎样将来 让我们的社区 去经营自己的特色 然后最好从这个当中 我们把我们很多的 好的产品销售出去 提振我们在地的产品 也让大家生活的更高 我们如果能够 这样子来合作 在现有现该做的事情 在地方有地方该做的事情 把它全部结合一下 我觉得台东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很能够吸引到很多的游客 104年度由海端乡坎顶社区 大午乡上午社区 碑南乡太平社区 鹿野乡新丰社区 达人乡台版社区 东河乡东河社区 太马里乡花园社区 成功镇的信音社区 台东市南网社区 池上乡的万安社区 共计10个单位获奖 县长黄建廷在活动当中特别清零 传达目前县政府的政策方向 也分享日前前往台北参加天下杂志办理的 城市高峰论坛上所发表的演说 县长表示近年来台东县由于办理热气球加年华 带动整体的观光以及经济发展 幸福期盼能够将这样的成果遍地开花 也因此希望每个社区的干部 凝聚社区的共识 共同推广社区的特色和产业 吸引游客前往体验 以及年轻人返乡工作 创造就业机会 打造台东成为国际的幸福城市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台东市公所今年年初所办理的 加路兰公墓千丈废弃土 回田整地的工程 告一个段落之后 为在道路两旁的台东市 跟北南乡交界的地标 由于已经年久老旧 施工所也结合并入 规划入口意向更新改建 9月初改建之后 一座崭新又独特的交界地标主体结构 终于是完工了 斗大的地标白底红字 清楚呈现的是台东市欢迎您 在车来车往的东海岸 台11线介于台东市与北南乡交界处 地标相当的醒目 这处原先是加路兰公墓的长址 台东施工所为了配合东海岸改善整体环境景观的品质 103年执行了公墓千丈的作业 以及废弃土回田整地的工程之后 也将这处规划打造一座色彩艳丽又具有特色的新地标 游客来到我们台东的台11线的部分都停留在加路栏杆 那我们也建议说台东的地标其实在这个交界点也需要一个 让游客知道台东是到了 那我们就针对整体的环境呢 也刚好将我们早期的这些地时公墓或者比较杂乱的环境呢 整个做一个整体的整理 那这中间呢我们大概也找了跟地区的居民也做了蛮多的沟通 那主要这里呢是原住民他们觉得这个地点是他们早期的竹林的点 那我们大概也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之后 那他们长老也要求他们的部落的人呢 在过年的时候集体的开了几次的会 所以也创造我们这一个地标的这个景 将来我们整个环境维护我们会考虑到是 可能会配合事迹来做花草的改变 那让游客来到这个点呢 可以刚好可以驻足台东到了 而且也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颜色鲜明艳丽 中英文双字体结合 大大的地标加上周边的美景 让行进的路人都心旷神怡 目前施工所正左手进行草地植皮的工程 预计年底可以完成 届时台东又将多一处让游客可以停住 休息拍照还可以远眺都篮山 和欣赏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的新景点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 现在呢正逢美人树盛开的季节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许多道路旁呢是红粉缤纷的景象 不知情的游客路过都停下来 拿起了相机来猛拍照 还以为呢是樱花 但仔细一看哦原来呢是美人树 那有从日本过来的游客 发现这个情景 一上那间呢还以为是在国外 秋天呢美人树落叶片片 也让人行到变得是更加诗情画意 台东的民众在行进台九县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路旁的美人树 盛开的像樱花一样 每逢秋天正是美人树盛开的季节 不只是在台九县 台东市的中心路段也都看得到 美人树红粉缤纷的美丽景致 这位住在台北的甄小姐 也刚从国外的南半球回国 当她来到台东看到这些美人树 还误认以为是樱花树 在朋友的告知之下才知道她是美人树 但她有种还在国外的错觉 很美丽在台东这个美丽的地方 有这么美丽的花让人觉得很开心 呃我算从北部来但我刚从国外回来 对 国外有发现这样的树吗 呃国外其实刚刚跟朋友说 我刚刚有朋友在这边 然后我刚刚说我错认季节 因为我刚从南半球回台湾 那那边现在准备就是开樱花的季节 所以我说诶这是樱花耶 她说不是这是美人树 对所以就是很漂亮 然后因为樱花也是 那时候看到也是偏粉红色 所以就误认 你会回到国外的地方吗 会有一点觉得在国外 然后对就是本来不想回台湾 现在觉得我还是在国外的感觉 对 每逢九月花旗 整个街道就像进入红粉世界 尤其是进入花季的尾声 成片花朵 随风凋落仿佛自身在偶像剧里面的情景一样 不仅路过的游客经验 就连在地的居民也都直呼美呆了 东南新闻 陈金雄 台东市长文报道 日前在台东县国中篮球秋季联赛中 冰茂国中对上了刚成立一个多月的都篮国中 结果呢 冰茂国中狂电对手 不但是一路领先 中场的更是以52比0玩风都篮国中 创下了国内篮球赛第一次爆弹的记录 不过呢 渡篮国中不气馁 都说练习的过程呢 是比结果还要重要 果然呢 在当天的下午比赛得了22分 河东日前举办的国中秋季篮球联赛 第一轮由冰茂国中对上刚成立一个月的渡篮国中 两队在场上迈力拼近 只是这计分板上的分数 一路到最后 杜兰国中一分都没有拿到 整场挂零创下国内篮球比赛史上第一次的挂档纪录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啊 这样子啊 还是 我们今天还被人家100多分耶 真的啊 对啊 就是练习大家都有认真就会有成果 多少其实只是一场胜负而已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孩子在运动当中 学习到对正确的运动家的精神 那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尽全力去打 尽全力去把平常练习的成果把它展现出来 那也让全队的同学都可以学到 也让对手知道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比每一场比赛 教练男演失落毕竟杜兰国中才刚成军不到一个月 所有球员都是第一次上场比赛 练习没多久就批挂上阵 逼茂国中中场就以52比0 王丰对手收场 重点是过程啊 我觉得过程 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对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就是输了这场球你才知道说 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需要加强练习 那我相信 没有多久应该一定会 就是球场上面表现一定会提升 比茂国中篮球教练最后也表示 不管对手实力如何 拿出真本事才是尊重对方 而选手的心情难免会受到影响 但比赛有输赢 从中教育学生分数不是重点 只要有不服输的运动家精神 不论是在运动课业到未来求职 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端端新闻 最后报道 近30年来的恶性肿瘤 都是居于国人十大死因之首 而大肠癌 乳癌 口腔癌 跟子宫颈癌 更是占了癌症发生 跟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目前的医疗科技土肥猛进 已经有多种的癌症 可以透过筛减工具 达到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的效果 大幅降低了 不必要的生命损失 台东医院配合卫福部国建署 国家癌症防治计划 提供了四项癌症筛减的免费服务 让符合资格的民众 都可以为个人的健康把关 癌症自民国71年起就是国人死因的第一位 经研究显示 子宫颈癌 乳癌 口腔癌 及大肠癌 可以经由筛减发现早期癌症 根据资料统计 103年国内有超过6万多名 无症状的民众 透过免费的四癌筛减 发现癌前病变或早期癌症 透过治疗之后 幸运地挽回宝贵的生命 目前国健署因为我们二性癌症肿瘤 它这一块还是属于国人 每年十大使因 它是站排行是第一名 所以国健署致力于说 我们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 所以它积极在推动我们四大癌症的筛减 癌症筛减的优点是可以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以避免疾病晚期治疗的痛苦 定期接受癌症筛减 有助于降低死亡率 和可观的医疗费用 但是关于我们部落的长者 因为第一个可能交通不便 再来可能讯息收到也有限 虽然我们各乡镇都有卫生所 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次癌筛减 但是很多妇女爱语言跟交通的关系 事实上可能没有办法得到 政府这样的一个便利的方法 所以还是靠着我们可能 部落里面的里长 或是部落里面的一些在那边代表 藉由它跟民众的关系 应该是要把这样的观念 推广到我们部落长者的身上 台东医院配合政府政策 积极推动癌症筛减 目的要降低癌症死亡率 如果民众早期发现癌症 积极治疗后大多可以重获健康 因此呼吁民众在没有症状时 就应该定期接受筛减 虽然大家会觉得部落长者可能年纪大了 有些长者对这个癌症筛减的这个观念 他们会认为如果发现了 被诊断出来了 反而生活会品质会更不好 那事实上国健署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希望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目前口腔癌筛减对象为30岁以上吸烟或是脚冰狼的民众 筛减方式为口腔粘膜检查 筛减频率为两年一次 大肠癌筛减对象为50到75岁民众 筛减方式为分辨前血免疫法检查 筛减频率为两年一次 乳癌筛减对象为45到69岁的女性或是40到44岁 具乳癌家族史的高危险族群 筛减方式为乳房X光摄影 筛减频率为两年一次 子宫颈癌筛减对象为30岁以上妇女 筛减方式为子宫颈某片检查 筛减频率为一年一次 民众只需要注意自己是否符合癌症筛减年龄 及癌症筛减频率 就可以前往台东医院接受四大癌症免费筛减 另外40岁以上 三年没有接受成人健康检查的民众 也可以在前一晚12点后进食 空腹进行成人健康检查 养成固定健康检查的习惯 为自己的身体把关 拥有健康的身体 不只是个人 也是全家人的幸福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道 为了提升并充实台东县学子的阅读能力 台东县政府跟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将在大五国中及宁普国小 增设台东县内第11、12 爱的书库 教育处跟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8号特别在教育处大厅 办理了大五、长宾、爱的书库 联合接杯仪式 而这两座书库也是全国第226跟227座书库的据点 教育处长刘振宁跟县长夫人陈灵燕 希望同学能够多多珍惜 多多进到书库阅读 期盼捐赠的书籍能够流通在全县各学校 大五国中直敌对有氧的乐身为捐赠仪式 揭开序幕 为了提升并且充实台东县学子的阅读能力 台东县政府与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将在大五国中以及宁普国小 增设台东县内第11、第12座爱的书库 8号上午在教育处大厅 办理了大五、长宾、爱的书库 联合接派仪式 在县长的心底深处 他最看称的就是教育 因为教育才是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各方面的进步 不能够生根到孩子们的教育 不能去到孩子的教育 跟得上世界的脚步 那这个都会变得昙花一现 首先我们要感谢跟政治单位 复华政变投信公司的董长 杜俊雄先生 他本身就是台东县 但也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因为在我遇到他的时候 我就跟他提 说那这样的话 台东县要偏向地区 以及要不要去设议 他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来规划 会中由县长夫人陈林燕 以及教育处长刘正宁分别代表 县长黄建廷 致责感谢状给捐赠 与协办单位 包括了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以及新竹物流公司 也感谢新竹物流公司 协助书箱运送到各校 以及各社区 让书籍能够流通 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料录例指出 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的捐款 在各县市设置爱的书库 目前已经在22个县市 设立了227座的书库据点 而富华证券也捐赠了书箱 合计100箱 大约是3500册的书籍 书库的设立 对台东县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也希望达成在各乡镇 都能够成立爱的书库 以推广校园以及社区共读 让智慧循环 爱与分享的理念在台东实现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 号称世界最美丽女人的美国影星 安杰丽娜·球莉 揭露她有家族遗传的BRAC1突变基因 有相当高的乳癌跟卵巢癌的发生率 两年前为了预防家族性遗传的乳癌 毅然决然的切除了乳房 其实乳癌可以经由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而且5年存活率有将近9成 但是乳癌防治基金会 正对全台将近1000位 20到70岁女性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有9成以上的受访者 虽然知道有免费乳癌的筛检 但却有高达4成5的女性不愿意做 原因大多是怕痛、嫌麻烦、害羞、忙碌等等的理由 根据国件署统计资料显示 乳癌是女性癌症排名第一位 而且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 目前我国国人罹患乳癌 5年存活率是85% 比美国的89%低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国早期发现的比率较低 乳癌防治基金会也指出 台湾乳癌筛检率仅仅只有3成8 比起韩国的5成8 美国的8成 相较来说还是算偏低 尤其是对于妇女的乳癌 她的治愈率5年存活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发现 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乳癌筛检率低可能原因 与缺乏正确的乳癌筛检观念有关 一般妇女不愿意做乳癌筛检的前四大原因 可以分为怕痛占29% 太麻烦占21% 害羞占20% 太忙占18% 其实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5年存活率都有8成以上 因为通常乳房很容易跟着淋巴转移 所以我们会把腋下淋巴这一个部分 整个都照进来这样子 不过近年来有医院不断鼓吹妇女 采取乳房MRI 也就是磁症造影的方式进行检查 但是由于一次检测下来的费用高达16000元以上 根本只能称得上是贵族级的检查方式 加上健保没有给付 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 所以极早建立正确的观念相当重要 让女性朋友了解到乳癌筛检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像是怕痛的妇女 在进行乳癌X光摄影检查前 可以先透过沟通 让放射师在检查时可细心操作 按压清款 第一台的正前方 上身是裸露的 然后我们会有开电暖器的部分 让病人比较不会这么寒冷 然后再调到一个适当的高度 拖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再做一个适当的压迫 这样子才可以获得到比较好的影像 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比较推广就是乳房摄影 因为第一个它非侵入性 第二个成本比较低 那皮皮性也比较高 所以一般的民众如果要筛检乳癌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先透过乳房摄影 那真的是有意义 我们才会转接到给MRI 那一次MRI的费用是很高的 而忙碌怕麻烦的人 也可以透过巡回服务的乳房摄影筛检车来筛检 避免来回奔波 以提升台东妇女们的乳癌筛检率 东台新闻张家维台东市报导 再来看到天气方面的资讯 星期一12号这一天天气干爽 但是接下来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连续三天天气都会微凉 东部的温度在20-28度之间 星期三14号的温差最大 低温来到了21度 高温却有31度 热温温差高达了10度 气象局提醒 虽然这两天的天气偏干冷 但是周四15号气温回升之后 东半部地区跟北部山区会出现短暂雨 民众还是得记得攜带雨具 另外关岛附近有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有机会增强微台风 甚至有北转的可能 但会不会影响台湾还要再观察 再来看是农民力的资讯 国历10月13号当天是农历的9月1号 这一天的日葱40岁属龙的朋友 您注意了 那么这一天呢 比较适合祭祀祈福求赐跟开光 比较不适合伐木破土嫁娶跟安葬 那么即时落在了四五位身 这四个时辰 再来看到是星座方面的院士 本月的主打星是天平座 贵人星座是巨蝎座 星域数字是2 那么整体运势 四颗星是属于初运的状态 在整体运势解析方面 果断解决眼前的感情问题 可以避开烂桃花对你的纠缠 在财运方面呢 受到情绪的牵制 冲动投资将会受到冲击性的惩罚 别人的学习方法在你身上 并不适用 最好呢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 学习效果将会更显著 最后再提供您一则励志小语 人生不是别人的 是你自己的 你内心怎么样看待自己 就会有什么样的外界眼光 以上的生活情报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 请锁定二时频道 祝您一切顺心愉快 我是惠秀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